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6月3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這條影片下面的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就是連結去WhatsApp群組 容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訊息 第二個就是Bang軟件群組 容許網友在討論區互相討論 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連結一個YouTube頻道 有我和Herman Sir說一下美股和其權的操作 第一個想說就是在說樓市 樓市在說賣的新盤 在過去的星期六日即周末成交 回落就是撤爛之後的一個新低 即是說在6月1日、6月2日只是賣26間 那撤爛之後呢 最高峰曾經就賣過400多間 501間都試過 那這個是不是反映了撤爛之後 那個市況並非是好像預期那樣呢 即是看得到撤爛之後那個升幅 又慢慢跌下來 那這個第一 第二 在二手成交裏面 那個中數都回落到單位數字 那意思是說 意味著呢 那個量呢 就衝不到上去 要去衝那個量呢 就是要去那個價錢 要很吸引才能做得到 那那個未來的樓市呢 那自己看也不是說這麼樂觀 那所以為什麼之前就會拍過一集 是不是需要如果政府是要針對 樓價再下去 對整個經濟的影響的時候 是不是要考慮 要做一些託市的措施呢 那可能很多人一聽到說 要去再去託市呢 就會是很反感 就經常都歸咎說 香港就死在高樓價那裡 那你看回新加坡 他那個私人物業的樓價絕對不便宜 只不過他做得最好的地方 他就是把什麼是資助房屋 和私人樓宇分開 私人樓宇的 說明是一個叫商品房嘛 你喜歡怎麼去沒有 沒問題 但是資助房屋 在他那個嚴格的控制範圍之內呢 你就是那個是他們 新加坡人那個收入 大部分的收入 可以負擔得到的範圍裡面 就藏了一些財富 就在他那個祖屋那裡 那這個是對那個地方 是有那個叫做信心 或者是投票 用錢去投票 對那個國家是有信心 就放了錢在那裡 那其實自己都很同情 幾年前就是高價和高槓桿 買了樓的朋友 也都是高價高日價買了一些叫做樓花 他們是用叫做建築期付款 不是職工 那現在他們職而且確是陷於兩難 第一 那個不爽的是什麼呢 現在的樓價比兩年前 是低兩成半到三四成 就是跟他那個買入那個價格 因為他們是買新樓 買新樓的時候 就要可能付出比市場上高十幾 就要20%的日價 那麼在那個指數裡面 跌了兩成幾的時候 加上那個日價 其實是跌了三四成 那麼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是一件不是那麼爽的事 就是見到公樓就 層樓跌了下來 有一個負財富效應 如果是買樓花那些更慘 兩樣東西 第一 我真是想成交層樓 我就要去抬錢補那個差價 因為以前可能你買了一百元 現在是剩下七十元 那麼以前打算做按鍵 一百元的七成就七十元 現在七十元 我就算是給你八成 七八五十六 你都要補多十四元 出來 那要補多十四元出來 談何容易 就是如果 你說不是一百元的 是一千萬 你要托百四萬 而一個打工仔的時候 你要去托這幾十萬 過百萬 不是一件意思 那麼這個是予以同情的 那麼在發展商裡面 又是 是不是叫做兩難 都可以是的 因為你說你買樓是一個商業決定 就是沒有人找槍指著你的頭去買 那麼你作為一個成年人 過了十八歲 過了二十一歲的成年人 去簽一些法律有效力 有約束力的文件 你是應該要深思熟慮的 就是不可以因為見到市場 放旺 你就去衝個頭去 去不想那個輸數是多少 那這個是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去計算 只是會計算贏數 那條贏數就是說 我買這層樓會贏多少 就算是怎樣的情形 我都不會怎樣輸 但是他用那個分析 是用可能過往二十年低息環境 中美關係良好的環境去分析 但是今天兩個情形都變了 即是高利率高和長 然後中美關係越來越退步的時候 這個可能他沒有考慮的因素 人就是沒有辦法的 世界就是無常的 即是沒有一樣東西 是給你百分之一百計算得到 即是變還原是永恆 那麼去到發展商那裡 那麼他應不應該追那個差價呢 就是關乎 如果要計算他那個商業的行為 要去合約的遵守 他就應該要去追 追是合情合理的 不追就是人情 但是要去做 我自己也是看 即是有沒有辦法可以中間落物 即是沒有能力上會 有沒有辦法在那個差價裡面 是傾一個數 可能是三成四成或者五成 去將這件事結束了 令到大家各樣一步 買家是輸少些 發展商也都是追回部分的差價 就令這件事圓滿結束 那我想應該都是雙贏 因為如果再糾纏下去 要去追差價 你可能要花的時間 花的精神 花的程序 不少 那對買家的精神壓力 又是很大 那這個大家就是要找部分人去想 整個數字是怎樣去搞 或者是否政府可以容許 將部分的MPF 就是要來放進去層樓 去做那個差價那部分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去想 即是在這個時候 特市就要去特辦 即是不要去驅逃一些東西 那第二個我想說 就是在說的士牌照 的士牌照 原來在2015年那個牌照 就是最高峰 由2025年的723萬 2017年的667萬 2019年的559萬 2021年的511萬 2023年的442萬 今年還跌得急 跌到2024年是剩下357萬 現在在香港的的士數目 市區的士就是紅的 有15000部 新界的士就是有28000部 而大嶼山的的士 是有75部 那即是合起來 有18000多部 那你看到網約車對它的影響 就非常之大 那其實呢 網約車的處理問題 其實不只是在香港發生 即是曾經在澳洲 都試過曾經跟網約車的平台有訴訟 那是走去拿一些賠償呢 是去解決問題 那你網約車 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你又不需要交稅 不需要交香港的稅 你Uber 你賺到錢 你交是交美國的稅 那你 你說司機 司機 無論你駕 白牌也好 駕 紅牌 即是 的士也好 你都是要去 黑牌也好 你都是需要 都是不會交稅 因為你是收現金 根本就不會跌到交稅的那一群 所以為什麼駕駛的士 的人這麼抗拒 去用八達通 用電子支付 因為你用交現金的時候 你就無從去判斷的士司機 要交多少稅 那就是說他們 很合法地 合法地 用他的方法 去逃稅 那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的士是需要買保險的 對乘客是有保障的 白牌車 你沒有這些第三方 因為是商用的問題 而去有保險 因為保險公司 如果有些事故是 的士出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賠 但是你白牌車 他是不會 如果他發現 那個是一個商業用途 乘客和車主 在一個商業的關係的時候 他的保險 就未必去遮蓋 那就是說 存在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因為他不需要去給牌價 不需要去給保險 已經存在了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那 那 是不是要將整個牌照 要去想 都是說了一樣東西 怎樣去回收 或者 是不是 不是叫一些網約車 用一個服務合同 而去 去 怎樣說 就算你是網約車都好 都是有些 叫做保障在那裡 即他們是要去登記的制度 才可以做到網約車 那些司機也是有登記 那跟內地一樣 內地都可以的士 和網約車並存 那在內地的網約車 也都分開不同的車隊的等級 那你會看到就是內地的滴滴打車 他們的收費相對來說是比較貴 可能是給曹操出行 或者是高德 或者是其他的微信叫車 那些會是貴 可能貴一兩成 但是那個車的質素 那個司機的態度 那個的儀容的整潔度 可能是會比其他的網約車平台高 因為你可能香港人會覺得滴滴打車 那個價錢不貴 因為他跟香港去做一個叫做比較 但是內地人可能是對那個價格相對來說是敏感 曹操出行和滴滴打車 可能駕駛了兩成 駛了三成的差價的時候 他就會可能選擇一些比較差 叫做外觀 或者是服務質素的車隊 他都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你看到滴滴的司機 那個儀容和他駕駛的態度 可能會好些 因為他可能出行之前 是要將自己的穿著 有些規格要遵守 開工之前要上載給平台 跟著第二 有GPS 也都記錄到你有沒有衝燈 你有沒有違反那個交通規則 又是回到那個評分那裡 也都有客戶的點評 就是點讚還是有負評 也都令到你去接單那個派放的速度 派不派單給你呢 也都有影響 那就是說有投訴機制 有評分機制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服務有所提供 那為什麼香港的的士司機 經常會成為救病呢 第一件事 他們不是屬於車隊 他們是個體制 就是可能有些人買的士去收租 或者是車行租 幫一些車主統一去收租 那那個司機呢 也都不會愛惜這部車 喜歡去亂搓這部車 令到那個維修費是貴 不驚惜這部車 又在車廂裡面去吸煙 那這些令到很多人覺得 就是不是那麼爽 就是在乘的士的途中裡面 那這些其實是需要改善 就是很坦白說 就是在所有的改革都是這樣 你看到在內地 他們的改革是容易一些 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 既定的利益集團在那裡 很多發達的國家 為什麼那個叫做服務的改進 改善不及一些第三世界 它會來得更快呢 好像內地那樣 由互聯網的世界 又突然間 他們沒有經歷過Desktop電腦 沒有經歷過Laptop電腦 它就啵一聲是由農村 尤其是Segamuzen就啵一聲 就又接觸到類似電腦的 就是手機的物體 其實智能手機 就是一部的隨身的電腦 它一去就去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有很多無限的可能性 但是反過來香港 由傳統的行業 有既得的利益者 跟著你又有 叫做 經歷過Desktop 和Laptop的年代 那不會一下子 即 去 手機 Apps的年代 跟內地不同 內地的人口更多 他們是 那個成本可以攤分得到 再去做一些Apps 那麼香港做Apps 和做網頁比較 Apps貴很多 因為他們可能 有很多不同的手機 很多不同的平板 要去遷就它 相對來說就是困難 反過來做一個網頁 網頁版的操作 相對來說是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你手機操作網頁版 相對來說也是難搞一些 因為在這麼小的屏幕裡面 去操作一些網頁版 就是難一些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 就是在兩個情形 第一個就是 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是會千方百計阻撓你 那個叫做 改那個商業模式 或者是給你去 去數碼化或者是科技化了它 是很大的阻難 那個既得利益者會是這樣 還有第二 現有的員工 他們上了年紀的 很抗拒去改變 要他去接受一些新的事情 去重新去再做 也是 那 這個就是講 香港出現的問題 就是其中一個癥結 第二個想講 就是一些叫做 虛擬貨幣的發牌 現在虛擬貨幣發牌 就有 兩間確實是獲發牌的 有一間就叫做 OSL Exchange 另外一間就叫做 Hesky Exchange 被當作獲發牌的申請者 就有 十一間 有一些 出名的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就是 推出了 沒有去申請 就是申請了 但是後來就沒有去 再去 繼續去申請 包括火幣 HTX 有GATEIO 有OKX 有Bybit 他們在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Bybit 它是排第三的 OKX排第四 GATEIO是排第八的 火幣是排第九的 那這些是不簡單的 那他們都設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是 他們未找得到 那個盈利的模式 就是在香港裡面 和可能他們那個監管 是非常之嚴格 要他們去再重組 他現成的交易所的 叫做 運作也好 架構也好 符合香港 可能是 要很重大 那麼去做 這麼重大的取捨的時候 發覺那個市場 得回來的得益 不是這麼高的時候 他就不搞了 因為他在全世界 那個現貨又可 或者是衍生產品的 交易平台裡面 他們排的位置都不小 就是起碼有些是十大 這樣的時候 不如我就在現在的平台裡面去賺錢 都不需要跟你做 所以現在剩下 當他全部都批出來 總共會有十三個 會獲證監會發牌的 牌照的公司 就是這麼多了 過去這一年多 我接觸了很多人 就很想說去申請 都曾經拍過幾集說過 就是去申請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你要有一個RO 即是叫Responsible Officer 因為他當作是七號牌去申請 有一個RO 又要熟悉虛擬資產 又要熟悉監管條例 熟悉 compliance 那這些就是以前在大銀行出來 那些鬼佬 有幾個就很搶手 差不多是二三十萬一個月 要給他去做這個持牌人士 這個是對他們是一個最大的益處 就是有這個經驗去持牌的人 這個是最大的益處 那另外 又有很多內地人 他們很希望 是將一些資產 包括是一些叫古董 或者是內地可能是茶葉 可能是不知道些什麼 就將它tokenization 叫做貨幣化了它 在香港就變成一些虛擬資產 去搞 那這個是內地希望 打的如意算盤 來的 那因為全中國 只有香港可以這樣做 就是又是好像 港交所 就是做獨市生意 就是這一門的生意 只有香港可以做 那就是要去發揮 它怎樣去運用這個 叫做虛擬資產 那回想回 在跟2000年一樣 2000年有做科網股的時候 有很多人 就是經常說B2B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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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這些概念性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 參與很多這些會議 參與這些會議 其實聽到頭都大了 頭大了幾倍 根本是沒有實際的案例 是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B2B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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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B 沒有的 今時今日 現在有了 譬如旋轉門 COROSEL 那些 就是講C2C 那些 在那個年代 根本沒有那個概念的時候 你怎樣去幻想一些案例 去跟別人說 沒有 正等同今天 在這個虛擬資產裡面 有些什麼的商業模式 是出來了 大家未知 這樣的時候 可能是要等十幾年後 十年八年後 原來有很多的商業模式 出來了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 很記得 在那時候 有朋友 在科網股那裡 是去融資無錢 融資無錢 就找了一個比較出名的名人 後面的人就給他資金 後面的人就以為這個人 是IT的領頭羊 他是知道整件事是怎樣玩 那其實 那個朋友後來都跟我 另外一個申請者說 我都不懂 就是大家 不懂鬥不懂 那他就見他本申請書 你有兩寸 那我就給你二百萬 你又 你又用心機做 你做到有三寸 我就頭三百萬給你 在那個時候 市場資金就充斥 但是 大家都鬥不懂 大家如果是回帶 那個年代 有幾個網站 一個叫Tom.com 後來直接在創業版上市 個個都學李澤 街先生 要剪個平頭IT裝套 然後就不打胎 就要去穿條淺色西裝褲 就穿件深色的西裝 穿鞋不穿襪 這樣出來 你就像是IT人的形象 那就去沒有錢 又會勝算多些 如果你老老肚肚這樣 因為在九十年代 千禧的年代 還是一些很傳統的 穿了套裝西裝 打了胎 吊頸 這樣去見 你就不是潮了 這個時候 你要去 賣錢 相對來說 就是困難 每一個行業都有它背後 那個潛規則 穿衣服的模式 就好像做導演 做製作那些 有很流行的男人 走去摘條馬尾 流鬍 這些才是有藝術家的氣質 就是做人的事 你說不是入型入格 以前傳統金融的年代 要穿了西裝 插了袋巾 用了袖口扭 今天不是這樣 要穿T恤 外面穿西裝 好像雷軍 你才是一些企業家 那個世界就是不同了 這個就是要去 那個叫做 與時並進 剛才說了 在一些不認識的年代 其實就是鬥快 就是你走出來 告訴別人你是認識 你是知道的時候 你就有先行者 那個叫做優勢 不是的 都是沒有 因為在市場 和以前大家認識的年代 就是在過去那百多年 或者幾百年 就是那個模式的改變 不是那麼大 昨天都說了 就是雇主雇傭的關係 說的是這二三百年才是有 以前沒有的 一些莊園的就是 一個莊園的原主 和一些在這裡打工 或者是奴隸的制度 變成一些地主 和幫他耕種的人的關係 那你工業革命之後 才有工廠有僱員 那可能開頭還要計建工 你穿膠花 你要計一搭一搭去計 然後後來才會有月薪 就是等於你地盤也是 以前沒有月薪的制度 以前去得如茶樓 有工開的 就叫那些人去做開工 做擔擔擔擔擔 後來才有日薪制度 現在就說有月薪制度 這些都是一些叫做演變 好像女工那樣 也是因為打完 打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很多的藍丁去了前線 在他後勤裡面 他要生產一些東西 是要去做應援 和日常的消耗 就是國家的消耗 才有女工出來走出家庭 這些都是百多年前發生的事 到今天又有互聯網 又有work from home 又有分開工種在網上去混在一起 變成一個job的時候 整個世界又變了 那你會見到 所以為何寫字流的吸納量 就是這麼不容樂觀 就是這樣 在香港最好景的時候 每一年是可以吸納到250萬呎 所以為何過去幾年的規劃 有這麼多新的寫字流出現 今年2024年新入伙的流面面值 就是150萬呎 但是去年的淨吸納量 只有60萬平方呎 今年我想都是差不多 即是說去年淨了幾十萬呎 今年又淨了幾十萬呎 所以為何那些發展商 投了中區物業的人 投都大了 那個吸納量又少了 然後又有些跨國機構 外國機構又退走了 先頭想著內地的企業 去takeover這些空置率 又沒有出現到 所以現在就有一些比較難度高 今年年頭甲級雙下的空置率 是有1480萬平方呎 明年還有350萬平方呎 即是說供求失衡到不得了 現在香港還要去做那個發展的 那個北部都匯區 洪水橋那裡 那是不是會有這麼多企業去進駐呢 這個是成為疑問 那為什麼行地會將那個 北部都匯區 在元朗洪水橋 和粉嶺北 和古洞北裡面 加起來差不多有成 五百萬平方呎的地 是還回給政府 那麼元朗洪水橋 可以拿回39億筆 粉嶺北 古洞北那裡 就是拿到18.6億元 加起來 是可以拿到60億元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一個 回收那個 地價那個機制 那麼它就差不多 以每呎 1100元左右 就跟發展商去買 那如果給我是發展商 我都賣了給你 這些地 生卡那麼遠 要去發展 你沒有七通一平通到交通配套做好的時候 你是很難去賣到樓 因為你有這樣的地 你要去改用途 又要去補地價 補完地價又要加建築費 但是現在的市場 是不是旺到這麼容易去買呢 不是 那 與其是這樣 不如我把這些地交給他 收回錢 以賤來去養賤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